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马来西亚变天的背后是一阵人民反风 为何这一股反风会被刮起来 甚至越吹越大 答案几乎一一写在政策措施研究中心 Involve的大数据分析 什么是最适合的迹象 这就像是重量 当你聊到语言和形象 也有关关系 最多的媒体传统 当然他们被刮起来 媒体传统并不在意义 1MDB不在意义 他们不在意义 在实际上是谁成为首席 最多他们在意义是JST 是关于价格 是关于职员 社会的工作人员是关于职业的职业 他们只要关于职业的职业 因为我们知道从最初的职业 我们经常谈到这些事情 当然更多人认识 更多人认识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 为更多价格的职业 更多职业 所以其实从这些研究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 我认识到最主义的大部分 你能看到我车上 我都会在全球场上 我都会在全球场上 这就是在全球场上 这是一个超级的抗训练 为人们认识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就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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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被国阵忽略的大数据 成为了西蒙的制胜关键 但是拉斐兹也提醒各方 投票倾向 不代表选民情归何处 否则这份自负 将成为来届全国大选的 一大败笔 所以,三角五 其实会有很多 投票在未来 因此 因此,我拒续 所有人 从 到 到 到 不可能 不要弄弄派公司 其实并不是一个选择 任何人 是一个选择 在任何地方 选择的选择 哪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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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里选择 他们不喜欢 他们实际上的选择 他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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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 不认为 PN能赢回到GD15 国家 至少年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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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直在对他们的贾易 因为在最后的时间 贾易会是公司 然后当公司知道 他们能丢出任何政府 他们不会丢出任何政府 他们会丢出任何政府